第八百二十一集 千里一罪吗 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厉害 八一七三作为有敏捷的刺客 当然是最后撤离的一批 不过这家伙很想试试千里一罪的深浅 于是绕了绕后 用了个前行隐藏起来 此时倒是挺大胆的 就跟在云中木他们后面 这家伙凭着之前鹰之团三道贼成功偷袭 他就认定这伙人不具备反前行能力 此时越跟越近 却是想试试千里一罪传说中的反前行 九米了 八米了 七米了 八一七三在前行状态 也能轻松跟着对方队伍前行的脚步 因为他有着提高前行移动速度的装备 此时他数的是 他和千里一罪之间的距离 论坛上对千里一罪反前行能力众说纷纭 还说扯出什么狗屁杀气的 八一七三想起来就可笑 他可不管到底是什么能力 反正把距离先摸清楚再说 结果 一路走到跟前 八一七三估摸着 自己都能够牵到千里一罪的手了 这传说中的前行无效 这家伙依然没有察觉 骂的 我就知道 论坛里那些全是八卦 没点真料 八一七三暗骂 望着这个自己一探手就能刺到的瞎祸 他思考着要不要动手 再怎么说也是法师 生命和防御高不到哪去 飞快几刀干掉 急行跑得掉吧 八一七三胆子真是极大的 直接前行 混在石会联盟队伍中不说 还想献出身形来杀个人 八一七三道真是个敢说就敢干的家伙 刚有了这么一个思路 立刻就动手了 握了匕首再手 深吸一口气 飞快的两刀 连带着一个被刺已经攻了过来 对方不出他所料的 直接被他秒掉了 八一七三一身攻击是极高的 不然也不会这么有自信 干在人堆里偷袭 攻击得手和逃跑 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八一七三可没想着 把自己命搭在这儿 他是打定主意 这一被刺两刀后 对手死不死他都要逃跑 于是 连他自己甚至都是窜出了云中墓 他们的团队后 才看到目标化作了白光 云中墓等人也实在是没想到 有人这么大胆钻他们堆里来杀人 反应过来的 八一七三已经跳到人群外 大乐 我是英之团的八一七三 这就是传说中的千离罪 太令我失望了 说完一溜烟消失了 他在嚣张倒也知道 他还不是一打三十的料 团长 千离罪被我干掉了 八一七三此时在频道里得意的宣布 哦 永远意外 什么反前行 我就知道 都是那些前行家伙技能太烂 我随随便便的到他身后 一刀就把他干掉了 一刀 永远问 好吧 是两刀加一个被刺 千离罪真这么好对付的话 那传言也就夸张得太过言过其实了 本来就是嘛 网上那些八卦谁去信呢 八一七三还沉浸在 击杀了平行世界第一高手的兴奋中 好了 今天就不再进行什么大规模行动了 三组的先去休息吧 一二组继续当班 分组行事 随便打打猎就好 永远吩咐这 英职团三组十人 随即就下了线 此时其实不该三组当班 但永远针对云中墓在行会中的几次讲话 特意把三组的人也叫了上来 三十人队石会联盟的百人队 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 皆是打击石会联盟的人心 随后云中墓 在行会里召集眼线去反打猎 这永远得知 又是顺势来了一次隐蛇出动 结果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云中墓轻率这对人强硬得非常 他们一口吞下真有难度 这一时间拖得太久 石会联盟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到时想用传送卷轴都怕没机会 所以在那个千离罪出现时 永远就当机立断的选择撤退 至于那人到底是不是千离罪 他心中也是疑惑的 当时他会比较确信 是因为看到云中墓的表情变化 那可不像是装出来的 永远哪知道 云中墓当时也是真把那假冒的当成千离罪了 表情当然是货真价实的了 在刚刚听到八一西三说 他把千离罪给干掉后 永远就越发怀疑 那个千离罪可能是个山寨的 虽然他也不清楚千离罪到底有多强 而且也知道八一西三绝对不弱 但这个被称为网游史上最逆天的高手 就这么随便被干掉了 总觉得有古怪 这事也不用去猜 永远已经派人去查了 不大会儿已经有人给他来了消息 刚刚更新的等级经验排行榜 千离罪依旧第一 永远弹了口气 他其实倒很希望 那个千离罪是真的 是这么一个一不小心 就被八一西三干掉的家伙 只可惜千离罪是另有其人 相信不会像这个水货这么刺 看到八一西三还在频道里吹呢 永远也不得不提醒他 你高兴得太早了 刚刷新的等级经验榜上 千离罪根本没被杀掉 你杀的人不是千离罪 那是谁 八一西三发愣 披个黑色发袍 跑得快点 谁都可以吧 难道你们谁见过千离罪 永远说 当然没人看过 不排除以后 这些家伙故意这样假扮来 顾不宜阵 大家都细心着点 别真的当假的 假的当真的 那可就麻烦了 此时惦念着顾飞的 也不止这边的英之团 云忠目这也一直念叨着 和英之团一场大战后 众人又回到了炼极区 云忠目一直在思索着 要不要找顾飞来帮忙手 他考虑的时间挺充足 因为这一整个白天 顾飞根本没上线 而英之团也意外地消停了很多 没有再进行大规模攻势 云忠目厚着脸皮在频道里说 他们在盗贼工会外 和英之团一场大战 打出了气魄 吓退了英之团 这帮孙子现在只敢偷鸡魔狗 大家以后要更加小心 如果觉得一百人不过瘾的话 可以两百人一起行动 云忠目实在是没脸 严肃地通知大家 一百人搞不定英之团 来两百人 他只好用这样玩笑的方式 打趣地说出 也希望有人玩笑般地 开始组两百人团 而且还让亲信玩家去山洞 大家组两百人团玩 这玩家们游戏也都图个新鲜 想想两百人漫山遍野的 霸这怪倒也挺有趣的 于是倒也真影响着号召了 云忠目一看 这暂时还能应付 稍松了口气 但是千里一醉呢 这家又怎么还不上下啊 虽然云忠目至今还没有想好 到底要不要找他帮忙 但终归总是能知道 对方人在游戏里比较踏实 到时叫救命 也有个可叫之处啊 云忠目这一只眼巴巴的 到了晚上 顾飞还是人影不见 这一天 云忠目收到行会成员报告 被偷袭挂掉的消息 已经麻木了 而行会成员对于会长那些 对手只是指老虎的言论 也麻木了 如果真是指老虎的话 这已经张牙舞爪一整天了 也没见会长把他给收拾了 其前又有多人 多次提议大家 要不要先不带行会徽章 这个很到位的提议 云忠目却一直没有采纳 此时他考虑到 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心态 而是考虑到行会玩家 或者说是月夜城玩家的性格 行会徽章一摘 不露自己身份 绝大多数玩家 可觉得这只是鸡毛蒜皮的事 但对于石会联盟的玩家来说 连身份都不敢暴露 这是耻辱 这是向对手认怂了 投奔石会联盟的玩家 冲的就是石会联盟的嚣张 月夜城玩家 爱的就是这种猖狂的感觉 现在被人吓得不敢暴露身份 这是情感上很难接受的事 如果现在提出用这种法子 等于是向鹰之团低头 不管有多少人愿意照做 行会可是要名声扫地了 而且这影响不单单是行会内部 在月夜城石会联盟 也会成为一个笑话 被一个三十人的拥兵团 吓得行会徽章都不敢带 来鄙视的玩家 可不会管这三十人有多精英 用了什么手段之类的 云中墓当然也不想被动 他也要组织人手 在复活点四处搜寻 鹰之团玩家的下落 却没有任何结果 此外云中墓也发动了一些线下攻势 比如派了些喜欢论坛灌水的兄弟 去月夜城这边板去摇旗呐喊 鄙视鹰之团受雇于鹰旗工作室 和玩家为难的行径 但问题是 拥兵团本就拿人钱财替人办事 游戏里多少拥兵团的玩家 都是这么玩的 雇主是谁那不重要 给钱就行 除非是银乐那种极品坚韧 肯定会被集体鄙视 至于鹰旗工作室嘛 并不是每个玩家 都像水深一样 对工作室极端痛恨 大多数玩家都习惯这种 存在于网游中的服务行业 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所以对于鹰旗工作室 故鹰之团对付石会联盟 这为什么要鄙视 分外的不理解 倒是月夜城玩家大多知道 石会联盟 莫名其妙地对月夜城的 鹰旗工作室 开始了打压 还惹起了全城乱战 一时间石会联盟 非但没有引来任何支持 反倒是惹了一身骚 加上有人很犀利地指出 石会联盟是不是干不过 人家鹰之团了 所以想来论坛求支持 弄得云中木羞愤不已 只恨没权力删了论坛上的帖子 只好骂去发帖的几个混账 一点引导舆论的能力都没有 手下也是委屈 不就是发个帖吗 哪知道还有这么多 深刻忠心思想啊 咱又不是专业枪手 哪懂这个呀 如果这线下公事 就当是闹了一次笑话 还算好了 结果却是石会联盟 很快接到无数帖子的声讨 从分析石会联盟 为什么要欺负老老实实的 英旗工作室 到石会联盟发展至今 一系列霸道的行径 甚至都刨到了 全民三十的那个原始年代 把云中木这帮人写得 跟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般 相比之下 如今就成了爆发户 有了点势力 就在那玩命的嘚瑟 这些帖一看 那就是专业枪手作为了 云中木听说以后 当然大怒 表示要组团下线 去上论坛上和人大战一番 行会众人都怕了 PK他们个个都不拒 但要跑去论坛和人掐架 骂几句你大爷的 大家都都还行 这要搅文搅字的 距离力争 这实在不像是 他们这票人的强项 结果云中木执意不肯 非要和对方玩这次比战 好多老兄弟劝都劝不住 最后还真是 被云中木号召了数百人下下 一起冲击论坛去了 云中木长出一口气 至少这数百人 不可能被英之团偷袭了 转战论坛 数百人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但很快一半人就因为 用词不雅 被人举报给禁言了 有力无处使 看着一屏幕的字 想把电脑给砸了 老大我也被禁了 老大我被禁了 被禁了我回游戏了老大 现在怎么办老大 怎么办个鸟啊 老子也被禁了 云中木一肚子气 真是干啥啥不顺 论坛发个帖也被人沉默 这一个已经蓄力满的 你大爷的神迹不能释放 都快憋通认多二脉了 要说论坛里的事儿 真没有什么能瞒过佑哥的 平行世界游戏大 论坛当然也很大 光是组成板块 就一百多个分区 区区浏览 肯定没那功夫 但佑哥这种专业灌水党 拥有敏锐的论坛嗅觉 总是第一时间 就能发现最热门的议题 很快他就接触到 月夜城这场骂仗 佑哥争住了 和英旗纷争本是因为他们而起 但现在他们云端城这边 一切都结束了 月夜城怎么反而愈演愈烈呀 从论坛舆论气势来看 石会联盟显然非常不利 这个英之团自己倒也听说过 那是遥远主城的势力 居然跑到月夜城来 挑战游戏人数最强横的石会联盟 这他娘的是上演猛龙过疆啊 佑哥一时寄养 就有了斜铁的冲动 还好总算没忘 这石会联盟可算他们的老朋友了 细看了几铁 以佑哥老到的经验 一眼可以看出 这些战铁都是有意为之的 尤其攻击石会联盟的那些 明显是专业枪手 对手既然是工作室 花钱驱动点这些力量 那倒是一般玩家应付不了的 云中木在佑哥印象里 也是个普通玩家 不像是什么一指千金的公子哥 还是先回游戏一下吧 佑哥压抑住 继续欣赏八卦的心情 进了游戏 立刻就大堆通知 他去取邮件的系统消息 这是让佑哥逃避游戏 以至于不想进入的原因之一 行会招人选人面试 事情又多又杂 非常逆天上下 现在全忙得跟狗一样 佑哥上线取了一次信 交给人处理后 就飞块下线装消失 人的工作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很容易被过分的工作量 给打击没了 出大事了 佑哥上来就嚷嚷 有什么大事 比要看五百份入行简历要大呀 战无伤痴呆 筛选人员的工作 当然得交由他们这些高手来做 高手才有眼光 此时他和玉天神明 一人报了五百简历 而且听说后续还有 痛苦不堪 水深陆磕什么的都被拉来当临时工了 云竹木他们和英琪还打着呢 哦 英琪还有人 韩家公子挺意外 今天亚硝酸根联系他时 喜游参半的告诉他 挖人工作极其顺利 英琪一线总监 二线主城正副手几乎一扫而空 全都到了他们的云藤麾下 猛然间多了一百多人 调配任职 亚硝酸根可熬到现在 一直没睡 很好 你完美地履行了我们的约定 韩家公子是这样回答他的 亚硝酸根笑 约定是履行了 而且成功的过分 对于云藤来说 挑战现在才刚刚开始 如果不能借着效率练极法 一举把这些人手全部消化 并协调地走向正规 云藤很有可能就这么直接被压趴下了 白氏还没出来啊 和白氏经伦来来回回 也交到了不少回 亚硝酸根也算熟了 如果从坐牢开始一直没下馅的话 今晚凌晨大概他就能出来了 那他下馅过没有 听说昨晚到现在一直没上过 我去给他打电话 亚硝酸根直接追下馅了 追下馅的结果是 白氏经伦不得不重新上馅来坐牢 他可没顾飞那少爷命 还得靠这养家糊口不是吗 从亚硝酸根这交集的心态 韩家公子就知 他们这次挖人挖的压力很大 看来是极其成功 此时听到佑哥说 英旗还在战斗 自然要意外一下 嗯 他们请来了英之团 英之团 那什么东西啊 你们不知道不足为奇 因为这是平行世界 遥远遥远的另一边城区的 佑哥开始卖弄 结果就有人在这里横查一条消息 我知道 能有如此阅历的只有走南闯北去过无数主城 结果被系统评定为流浪汉的漂流 你俩谁说 佑哥当然积极 这是他最有存在感的时刻 刚一上线 他就已经找出他的资料本 翻到了有关英之团的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